婦女節的慶祝 首先 我要敬祝全國的女性朋友婦女節快樂 今年婦女節的慶祝活動 以女力耀勁 創新經濟為主題 就是希望促使臺灣社會進一步思考 女性經濟賦權的意義 在各位後方展示區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女性朋友 在農業 在網路 在合作經濟等領域 都有非常創新的表現 這都是不容忽視的履歷 但是 我們也必須要承認 先階段的臺灣這股女性的力量 仍然在某一種程度受到壓抑 對於想要延續專業生涯的女性 我們仍然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 因此 排除就業障礙 支持婦女投入職場 是我們重要施政的主軸 家庭需要有人來照顧 所以 政府會積極的整合資源 分攤個別家庭照顧的壓力 盡可能讓夫妻雙方都可以無後顧之憂 全力在職場上打拚 去年 在國會跟行政部門的努力之下 我們完成了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修正 規範100人以上的公司 必須提供托育的設施 另外 針對有意願設置托育 臨時照顧等措施的企業 勞動部也放寬了補助規定 同時 衛福部跟教育部 也正分別推動《長照2.0》 以及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的政策 這一連串的措施 都能支持女性持續投入職場 依照自己的志趣 追求最好的成就 政府會持續把性別主流化的概念 落實到各個政策的層面 政府也會繼續從教育跟文化的面向著手 打破性別刻板的印象 尊重每一個人的特質 開發每一個人的潛能 我們要讓這個社會在把握人才的時候 優先考慮的是能力 而不是考慮性別 雖然消除偏見 促進平等 是一個長期而浩大的工程 但是當每一個領域都有人在努力 我們離目標就會更近一點點 讓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